哦 給我們一個完美的呈現 一上來就是這個狀態的 這個加Jeffrey 他們最後有一個姿勢 我沒看懂 我怎麼對鏡頭質問一下 因為你 還在我的造型 感覺是拍平面的感覺 一直在換 挺可愛的 我覺得黃清淳比之前好很多 很明顯 我覺得黃清淳之前就是 整個也就太緊張的一個狀態了 但剛才的表演 我覺得還挺順的 挺自然的 我忽然發現了這個 Jeffrey可能 是有大家喜歡的地方 就是因為他有點呆呆的 然後就是那個 其實那個也挺可愛的那個感覺 其實剛看完這個演出 我都有這個感覺 我有一個妹妹 但是她已經有男朋友 但是如果是單身的話 我都會考慮把 Jeffrey介紹給他 你問過他的想法了嗎 哈哈 哈哈 普凡 我不會介紹給我妹妹 哈哈 我會介紹給我奶奶 哈哈 為什麼 可以幫忙照顧一下奶奶的身體 對啊 因為我覺得她 對 人剛好 如果要 對啊 幫忙照顧 會保護她 你期待一會兒 她的rap的演出 你就會知道為什麼 我會介紹她 她 那還蠻輕的 她擅長 應該是 說唱 或者 她對說唱 挺有感覺 對 我覺得這組最好就是 我記得上課的時候 其實他們最大的問題就是 除了沒有默契 基本上他們的方向很亂 大家都不知道 啊 歌詞方面啊 然後最難就是這個音樂方面 他們不知道 不是完全很舒服 但是到 現在 把這個歌 變成這個風格 我覺得 很好 起碼現在很明顯 很有默契 然後 它很清楚 特別是歌詞上 我覺得很好 每一個人都寫 寫到自己的 一些的體驗啊 一些的感覺出來 特別喜歡 這個 范城城 其實我覺得 當你要寫詞的時候 特別是這種的 內容 沒有 因為這個主題 very good 其實很 很大的 對嗎 基本上在裡面 你可以表達的是很多 但是 范城城這段 其實 雖然不是特別特別 複雜 也不是特別有層次 其實很直接 它告訴你 它什麼時候出生 然後短短 是就 歌曲裡面 你起碼知道 它 一些的 內心的感覺 內心的想法 其實每一位都有的 有這個感覺 然後 因為它 第一段 solo的 rap的時候 其實這種的 rap 都有難度 因為 這個音樂 不是特別多東西 其實 對啊 其實很難 其實很難 當你沒有 沒有很多 這個 beat 不是很豐富的時候 你需要 很清楚你 rap的是什麼 因為 就是因為沒有多音樂 觀眾啊 聽眾啊 就很留意 你的內容到底是什麼 不同的有一些 特別是說唱的歌 這個 beat 特別多 噗 噗 很多不同的 效果的時候 就其實說實話 歌詞上 一般的 一般的 觀眾 都不會特別可以留意 但是它剛剛特別 其實整首歌 都有這個感覺 但是頭這段 只有這個 鋼琴嘛 只有鋼琴 然後後面的這個鼓 都不是特別多的時候 大家都真的很留心 可以知道 它到底是唱什麼 所以 很好 我覺得 我覺得他們寫的歌詞 一下就把那個感情 傳達到這了 但是這組 有一個問題就是 從 上課的時候 到昨天彩排的時候 都一樣的就是 在四個組合裡面 比較亂的一個 比較亂的 對 有點亂 有點亂的 對 亂是指拍子 還是說 他們的 配合 他們四個之中的配合 四個人裡面 現在給我最大的驚喜 是 金沛雅 因為 從上課的時候 到彩排的時候 我發現他有一個問題 就是 他會很清楚 他的歌詞 他很有信心 但是可能就 不夠放 他雖然 知道自己的歌詞是什麼 知道什麼時候 到他很清楚 但是就 唱起的時候 有點尷尬 但是剛剛這個演出 我覺得是第一次 我看到他 真的唱的時候 真的很放 然後 然後 提到 我們的好朋友 董元磊 我都看到他很 很努力 很投入 太投入了 就好像你一看就看到他 無論是說唱的部分 或者剛剛現在他們這個演出 跟其他的演出 有多一些舞蹈的安排 但是無論是說唱的時候 跳舞的時候 在鏡頭上 你會看到他是 很清楚想記得 舞蹈是什麼 然後他唱的時候 你會感受到 他的腦 基本上就是 我要到我了 我要唱的是什麼 今天已經很有進步 我覺得 跟上課的時候 從哪支歌曲都唱不完 但是現在 今天都基本上 沒有太大的失誤 我覺得都 我覺得是進步 也是突破 他自己一個 個人的突破 但我覺得董元磊 可以做到像剛才那樣的表演 其實已經挺不容易的 對啊 不容易 你看他第一天上來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一個 感覺就是一個 平時的一個 比較喜歡唱歌跳舞的 那麼一個人 我覺得他的轉變 是一個很巨大的一個轉變 他真的是從一個素人 對 素人變成現在這樣的 以前我們定那個 A B什麼F的 他在F的時候他哭了 我就問他 你怎麼了 他就當初來的時候 沒想那麼多 覺得就來玩 對 然後結果一個不小心 走到後面了 最後開始拖累別人 對 他就沒 一開始沒想到 走到後面會拖累別人 這個問題 所以那次之後 我其實對他 還挺那個什麼的 自己能意識到 其實慢慢已經變成 一個團隊的事 已經不是一個 你自己來玩的那麼一個 而且他真的私下裡 就練習非常非常多 你能感覺到 真的 我有一個想法就是 之前第一個第二個演出 我有聽你們談的就是關於 原本的這首歌 已經有很多人認識 觀眾也認識 當你想把一首大家已經認識的歌曲 來改變 來唱 其實真的很難 對啊 我現在 我有這個感覺 因為可能就是 之前兩三首 其實我不特別認識 所以我聽的時候就 不會有一種 可以做一個對比的感覺 但是因為我看這個的時候 我很熟這首歌 我跟我太太跟我的兒子 每一天開車的時候 大家都特別喜歡這首歌 所以他還沒唱之前 我已經有一個 可能已經有一個想法 就是會怎麼樣 到他們唱完了 其實我都很容易就會想起原本 然後就把原本跟他們這個 來做一個對比 其實不公平的 但是說實話 我一做這個對比的時候 總會有一個感覺 就覺得這個可能 我覺得他們是有心的 但是整體來說都是 差一點 差一點 對 那我覺得他們在唱的時候 有比那天強 因為這種人很容易 唱得很快 很敢 因為你唱得很快 很敢的 你這個氛圍就不會有他這種 這種懶懶的感覺了 所以我那天一直在跟他們說 慢慢慢慢 我覺得他們今天 就是沒有在拍子上特別的趕 從零節開始 聽起來都還算比較放鬆的 不知道他是 舞蹈有意外的 舞蹈有幾個 那個我特別意外的是 胡志邦 胡志邦 楊飛彤 楊飛彤 就是那個三段高音的那種 但是他在那個舞蹈組裡面 特別特別意外 我以為他會在Vocal組裡面 對 這個很有意思 我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好像我們是好多Vocal的 全部都在舞蹈組裡面 不過還好啦 還是有蠻多跳舞 我想問一下李俊一去哪裡了 李俊一 李俊一在Rap裡面 他就Rap 他會唱歌 李俊一 對 意外 主要是他唱歌跳舞 都還可以 所以我很放棄他去了哪裡 你看他今天Rap 你也會 可能會有 驚喜 接下來要表演的這首歌 就是JJ 你J前輩的 Always Online 嗯 來了 來了 我來了 這首歌的音樂 來 大家看一下 有請 我們全民製作人們 這樣子應該很累 沒有 他們只要能看到張PD 他們就不累了 哈哈哈哈 我不是 HIGH FASHION HIGH FASHION 哇 他換了頭包 我都認不出他來了 怎麼好像模特 就是模特啊他 穿這身可以走秀了 之前上課的時候 有人好好常說 一定主要的問題 對 問題挺大的 所以我就替他們捏把他看 真的 因為主要是他們 我覺得問題來自於他們的中心 因為 那個穆紫陽是 中心 對 穆紫陽是 對 我說真的 我當時就跟隊員說了 就其實 碧文俊 和那個何東東 他們兩個都還挺穩的 不管是唱歌還是什麼 對 然後 不知道為什麼選了那個 穆紫陽 穆紫陽 穆紫陽他是很 很用功的 但是可能就是進度會有點慢 會稍微有一點點 對 這太感了 對他們來說 對他們來說 我們不擅長 都怪不得 是 感谢观看